今天看新聞說新聞要關心到選戰焦點 剛剛看完新北我們來看到桃園 年底的桃園市場選戰上演是科技對決 現在的這個參選人都希望可以打造科技城市 尤其綠營呢確定是由林志健來參戰之後 目前布局是怎樣 那兩個人的民調差距又是如何呢 趕快再把時間交給榮安 好的主播各位觀眾 這個入主桃園市決戰百里猴 在昨天呢這個藍綠的態勢 終於有一個明顯的狀況了 因為呢民進黨宣布 要在明天也就是禮拜三的中職會 要徵召現任的新竹市長林志健來參選桃園市長 林志健現在因為確診正在居家隔離 但是在昨天也首度開直播 跟網友聊天啊 秀秀他的這個吃的藥 看起來雖然這個略顯疲憊 但是他一再的強調責任來了 他就勇於承擔 然後也首度松口辭職日 預計呢這個時間點就落在七月初 或是中旬會提出辭成 而根據了解呢 林志健最快可能在七月八號提辭成 最晚七月二十五號前 把戶籍從新竹遷到桃園 那麼已入籍南桃園的機率最大 因為呢他的岳父母家就在中立親譜 而他在直播中也強調桃園是我太太的家鄉 我太太從小就是在桃園成長的 至於藍營的部分呢 國民黨派出了張善政 他已經搶先一步 昨天就先入籍了桃園龍潭 那麼過往呢桃園都被視為藍大於綠 但是現任的市長是綠的 那麼我們來看看民調 這是一份最新的調查顯示呢 這個林志健以百分之二十九的支持度 稍稍的跟張善政差了大概百分之五左右 但是這個差距並不是非常大 那麼我們以選民的年齡結構來看 這個世代對決的態勢相當明顯喔 我們看到呢 不管是在二十到二十九歲 三十到三十九歲 還有四十到四十九歲 林志健都是領先張善政的 所以總的來說呢 二十歲到四十九歲這個族群 林志健是具有青年選票的優勢 那麼至於張善政呢 他是吸引了多數的漲者票 在五十歲以上的選民族群中維持優勢 所以接下來這兩個人將以南桃園為起點 來進行世代對決 但是林志健當然得先跟新竹相親交代啊 他說離開本來就是必然 因為呢他已經做兩任了嘛 只是提早了 不過團隊中每個人都會做好補位動作 強調新竹市政不會停擺 責任到了他就承擔 這是目前桃園市選情的最新狀況 時間交還給主播